这个呢 喉咙生仓 过去我们喉头里面生仓 那个仓烂掉 喉咙烂掉 原因我不管 可能是吃槟榔造成了喉癌 或者是什么反正anyway 里面的组织烂掉了 这个时候哨阴病 哨阴病就已经进入阴影症了 烟中痛半下散汗 或者是汤 组织 半下散及汤方 你看半下贵枝 干草制过 各等份 所以这个半下 你不用一般的制半下没有用 要用生半下 生半下 本身干草可以解半下的毒 生姜也可以解半下毒 这是互相制衡的 用桂枝 半下这三味药 很凶啊 很好 那用散比较好 等份的时候把它捣涮 用开水 喝下去就好了 用粉剂比较好 粉剂呢 冲到喉咙里面 它直接就贴在喉咙上面 好 推到喉咙 如果不能散伏着 这个药粉我吞不下去 那没办 就煮汤给它吃 煮汤 喷咽下去 这个是专门去喉咙痛 那我讲到喉咙痛 不是扁桃现发炎 那个小题大作 老师扁桃现发炎 我那个八豆贝母 你是小题大作 那是也癌症 喉癌啊 到后来才会用到 那么强 这个呢 也很好用 喉咙里面 声唱化炎的时候 整个发炎的 喉咙非常的痛 这个时候 之后也可以用 半下伞 半下伞 大部分 吞不下去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用半下苦酒汤 一般来说 喉咙痛里面 化炎发炎的 还可以吞出去 化炎发炎的时候 我用半下伞 你说老师 这个下去 那个喉咙发炎就去掉 当然去掉啊 这就是我 一直在跟诸位讲 诸位这样子想 你说这个药 有没有消炎料 没有啊 因为它伸半下 伸半下去水 水是生万物的 中医呢 从头到尾在谈水 西医 从头到尾在谈血 有没有 所以西医是验血报告 那我们中医 验不到水啊 我们验血 水都是正常的啊 我们只好从身上的症状 来判断 哪里有水 对不对 那你喉咙里面 老子在发炎身疮 喉咙里面有水在里面 那个病毒呢 在里面游泳啊 很开心 它那个环境很好了 那我们申办一下 一下去游泳池的水 当上没了 病毒说我才不干了 我离开了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中医在谈水 西医在谈血 你说我们怎么 怎么碰在一起 对不对 谈血有血的好处啊 谈水有致症 所以内科治病 要找中医 内科治病要找中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可以把那个炎症治好 不是说我们开了消炎药 不是啊 半下下去水 砍掉 去掉了嘛 那你如果手软 老师我不敢用 那个药点说 生半下吃下去 会有毒啊 我用自半下 没效 好了 那老师这个半下 伞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是你不会用啊 一定要用 生半下 所以生半下 如果正常人吃的时候 喉咙没了 生半下 婆婆药 你如果发现 你婆婆很唠叨 丢点生半下 无色无味 过在里面 吃下去 生意就没有 那你如果说 到晚上看他很可怜 晚上回来 跟他老公去闹 他先 你公公回来了 他给他老 放点生姜 在菜里面 一吃 他就 生意又回复了 这个 就生半下 只是而已 但是你有病的时候 不能讲话的时候 还是要生半下 来让你讲话 要诸位不要怕 用生半下 不要怕 生半下 效果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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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